游捷 路也通了 车也会走 才算是我们逐路人眼的目标 在他的回忆当中 常常都会说 这个走了 那个不见了 甚至于就是一个爆炸声 就在喊是谁了 我不忍心看到当初为了一个开发中很牺牲性命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就被大家遗忘掉 我自己很高兴 最少我留下来50年还在 开这个路我感觉很骄傲 因为这个太危险了 这个用人工能开出来一条路的话 那么都是障碍周围的 能开始调入我们感觉很自豪了